颅内出血案例 去年10月20日头部撞了肿起来 还有一点擦伤流血 本来以为是擦一擦就可以好了 但是经过了一个多月 感觉到行动有一点奇怪 一点异常走路也不稳 所以感觉到是有一点问题 去做脑部的断层扫描 结果发现乳内还在出血 灰白层畜代表出血 这个时候医师交代要住院 准备开刀手术 因为家属一时没办法决定 所以要回去商量以后 再来做决定 回来商量结果 认为应该来做原始点 可能比较恰当 可以当天下午就到台北 和儿子的家来接受 儿子的原始点 每日原始点操作过程 一 姜用量 一天使用半斤老姜 四碗水浓煎成一碗水 二 按推次数 三小时一次 一天约六次 每次约三十分钟 三 温敷 头 背部 二十四小时温敷 四 运动 每天前后踢腿 跑步机 深蹲 共约两至三小时 还有到公园走路两次 共约一小时 泡汤一次 爬山一次 约二点五小时 每日运动 约五点五至六点五小时 前后比对 施坐前 左半边偏摊 左脚抬步高 无法自行爬楼梯 月报时呈现迟缓呆滞 至 有时无力单独起床 施坐两周后 偏摊已恢复正常 左脚走路无异常 上下楼梯自如 阅读能力恢复往常 起末皆无问题 十二月十一号 到原始点的时候 那时候的礼教 站起来 站起来 走路 走路走看看 走路走 Redmi 美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